3 2 1 踩下去 我的天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猫君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款 非常扭刹 非常黑科技的鞋垫 这种鞋垫采用凯夫拉材质 具有极强的防刺穿功能 只要穿上它 钉子完全刺不进来 甚至在上面使劲踩它 都没有问题 更厉害的是 这种材质还被广泛应用于 防弹衣的制作中 防弹衣制作的鞋垫 买回来了 本来我有用会很贵 结果三双才15块钱 这比普通的鞋垫还便宜 看一下这个鞋垫 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它很软 并不是那种很硬的材料 所以穿起来应该也挺舒服的 这个鞋垫的针织密度很高 厚度倒不是很厚 感觉只有个撒毫米左右吧 那么它究竟有没有视频里面 那种防刺穿的效果呢 咱们直接上一个钉子来测试一下 毫发无损啊 不过这种测试并不能够说服我 我们来对比一下 用我普通的鞋垫来测试一下 那么这样看来 这个防刺鞋垫还真有那么两架子 但是它毕竟是一个鞋垫 咱们只有把它垫进鞋里面 亲自穿上去 才能够得到它最真实的使用效果 现在这个黑科技鞋垫已经垫进去了 接下来的操作呢会非常的危险 我也有可能会因此而受伤 甚至造成一些残疾之类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那么接下来直接踩这个钉子 三二一踩下去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真的不会破 厉害吧 然而 我的天啊 真的没有破 厉害吧 一笔一碗 开不开心 那么直接让我踩在一个钉子上 这个胆量还是没有啊 不过没有胆量 咱们可以动脑 我们都知道力的作用它是相互的 我不敢踩在这个钉子上 但是我可以直接把钉子敲进去啊 我简直就是个天才 直接拿锤子敲啊 这样就安全多了 好像进去了一半 我相信在锤底下就可以贯穿它了 已经被贯穿了 那也就是说这个防刺穿鞋垫它并没有那么的坚不可摧 我们稍微施加一些力量还是可以把它贯穿的 而且卖家说它最高可以承受110牛的重量 110牛是什么概念呢 110牛就等于 等于 等一下 110牛就等于110千克 也就是说220斤 那么像我这样接近220斤体重的人 即使穿上这种防刺穿鞋垫 那也有可能是会有危险的 不过我发现这个鞋垫拿在手里用它来做另外一件事情 非常的顺手 大家发现了没有 用它来搭腿拔子 试一下啊 哦